四川一七旬老汉从不上床睡,每天窝在门口打盹,邻居发现不正常选择报警,结果警方一查却发现,这个老汉不是一般人,而是14年前一桩大案的嫌疑人,于是警方立马出动,准备将其抓获,谁是警方刚刚行动,老汉就再次人间蒸发,如此警觉的嫌疑人立马引起警方关注,最终警方仅用一招,就成功将老汉抓捕归案并判刑。 究竟老汉犯了什么事,又是怎么躲过了警方多年的抓捕呢? 九窝谈奇闻,与军共谈天下奇闻一事,感谢订阅,从不睡床的七旬老汉。 2023年3月26日,四川省弥义县警方突然接到一起奇怪的警情,报案人是当地某小区的居民,这个居民告诉警方,自己的邻居从来不睡床,每天窝在门后边打盹,只要有人经过,邻居都会十分警觉地一跃而起。 一开始,这位邻居以为老人精神不正常,所以才会睡在门口,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两三次后,邻居还是觉得不对劲,悄悄地报了警。 对于群众的反应,警方也察觉了异常,于是决定暗中走访一下,摸一摸这位老人的底,可这一次调查,警方却有了重大发现。 当时民警只是走访了该小区,谁知当天下午,这个奇怪的老人就失去了踪影,调取监控后,警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,老人手里拿着一个随身包,在警方离开后不久,直接冲进了小区的便利店,购买了不少的小面包。 这个行为不难理解,老人是打算外出,可警察刚刚上门,就这么警觉的要离开,这肯定是不正常的,一个老汉警觉的不睡床,还随时为逃亡做准备,怎能不让人怀疑。 于是,警方将老人的照片放在数据库中进行比对,没想到,数据库没几分钟就发出尖锐的轰鸣,这下子警方坐不住了,凑近一看才知道,这个警觉的老人不是别人,正是逃逸了十四年之久的命案嫌疑人老张。 虽然老张已经71岁,可老张的逃逸手段却让警方无可奈何,虽然警方已经竭力追捕十四年,但老张却始终没有出现,为了解开老张失踪之谜,警方对老张现在的居住环境进行调查,这一查还真的有个重大发现,老张现在居住的房子居然是五夫外表亲家的房子,也就是说,居无定所的老张被亲友收留,这才逃过了警方的追捕。 了解老张动向后,警方立马对各个关卡继续管控,可连续搜索,许久却发现,老张并没有使用交通工具离开,经过警方的多方努力。 最终发现,老张离开前曾经搭乘过一辆皮卡,可当警方找到该司机后,却得知对方跟老张很熟悉,却不知道老张是网上通缉多年的嫌疑人。 老张提出要搭车,司机没多想就答应了,根据司机的交代,走到半路,老张就下车往山的方向去了。 得知这个线索,警方立马带上警犬,朝着大山进发,可连续找了好几个小时,但天黑路重,能见度也比较低,警方的搜索进度并不快。 于是,警方决定来一出调虎离山,将老张给调出来,在山上没找到人。 警方立马收队,躲在了山下,过不其然,以为警方已经撤离的老张,又给皮卡司机打了电话,试图再次逃跑。 可老张没想到,等在山下的可不是司机,而是警方的重重包围。 落网的老张并不甘心,还企图从包中抽出匕首,对抗警方抓捕,可老张的一举一动,早就被警方获悉,最终也没能成功。 老张顺利落网,让警方疑惑了14年的案情,也终于浮出水面,究竟老张当年做了什么,导致警方追捕14年依旧不肯放弃丧心病狂的凶案,四川夫妇为爱私奔到山村落户。 谁知没多久就一死一逃亡,吓得村民赶紧报警,警方调查后却大吃一惊,失踪的男人竟然早已结婚,既然男人为了真爱,抛弃妻子跟人私奔,又是为何在一起后却闹出了人命。 两人之间,究竟有什么矛盾呢? 这个四处躲藏14年的老张,之所以像惊弓之鸟一般,还要从14年前一桩耸人听闻地说起,2006年,四川省西西县,一个名叫上西村的小山村,突然来了一对陌生男女。 男人名叫老张,看起来50来岁,女人名叫子某,是个30来岁的年轻女人。 这对老夫少妻到了村里,很快跟村里人打成一片,因此村里人都以为,这对夫妻是外来打工人,并没有当回事。 然而村里人怎么也没想到,这两人的出现却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。 甚至让村里人忧心忡忡地过了十几年,2009年,也就是老张夫妇到村里生活的第三个年头,一天早上,隔壁老王发现一向勤快的子某,好几天没有出现,于是就敲响了子某的大门,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上西村民风淳朴,村里人几乎夜不庇护,平时聚在一起聊天打发时间,也是常有的事情。 可老王却发现,自己敲了半天门,子某都没有出来开门,意识到子某可能出事,老王大着胆子,跨入了子某的家。 结果老王绕了一圈却发现,不仅子某不见踪影,连一向善谈的老张也没了踪影,本以为两口子出了远门,可第六感告诉老王,事情不对劲,就在几天前,子某跟老张才大吵一架。 果不其然,老王绕着子某家里转了一圈,还真的发现了不对劲,子某家的厕所里隐隐约约的漂浮着一个人形物体。 走近一看,老王发现了人影上有一排牙齿,吓得老王不敢耽搁,赶紧报了警。 当警方赶到现场后,迅速召集人手进行打捞,经过辨认,厕所的人影不是别人,正是这家的女主人子某。 而且,警方还在堂屋里发现了大量的血迹,因为现场混乱,男主人老张却不见踪影,警方有了不好的预感。 既担心老张也遭遇不测,又担心老张就是凶手逃之夭夭,可警方到村里调查后却发现,老张是个八面玲珑的男人,为人客气很善谈,平时靠打点零工养活家庭。 而且村里人一致认为,老张跟子某关系融洽,夫妻感情特别的好,就在警方怀疑,老张也可能遭遇不测的时候,一个重大的发现让老张的嫌疑迅速飙升。 可警方没想到,关于老张的抓捕,居然跨越了十四年之久,恐怖的杀人动机,四川夫妇为爱私奔到偏远山村落户,谁知刚刚安定下来,丈夫就残忍地对妻子痛下杀手。 警方调查后却发现,男人的身份不简单,警方追凶十四年,如果不是男人的一个怪癖,可能凶手至今逍遥法外,得知男人的杀人动机后,更是让人细思极恐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尽管村里人都表示,老张跟妻子感情十分要好,可警方调查后却发现,老张居然早就已经结婚有家庭,根子某算是私奔,这个发现让警方对老张有了好奇。 原来,老张本是一家煤矿的工人,靠着给矿上手炸药谋生,而老张的儿子小张,也是该矿场的工人,一次偶然的机会。 小张在作业时,不小心被高压电击中身亡,老年丧子的老张悲痛不已,可老张也知道,妻子的年龄肯定无法再孕,自从儿子去世后,老张对妻子是百般刁难。 夫妻两个的日子很不好过,为了传宗接代,老张盯上了同样在矿区的子某,子某年轻漂亮,还有四个孩子,但子某的丈夫却遇到矿难去世,生活得十分艰难,为了再生一个孩子,老张放弃家庭,跟子某落脚到偏僻的山村,随后警方找到了子某的娘家人。 可娘家人却告诉警方,子某在出事前,曾经给家里打过求救电话,称老张多次家暴,实在是忍受不了,希望娘家人把自己接回家,得知子某受了委屈,子某的娘家人火速赶到老张家里,可老张却很会做人。 不仅主动承认过错,还杀鸡摆盘地招待子某的亲人,因为态度良好,子某的娘家人也没有难为老张,却没想到,这不过就是老张的伪装,在子某娘家人离开不久, 子某就被害并沉实茅房,由于现场并没有第三个人的痕迹,最终警方确定老张就是本案的嫌疑人,可警方抓捕了老张14年,才成功将老张抓捕归案,当警方逮捕老张时,老张说的第一句话,居然是我知道你们是为了什么事,此话一出,警方立马明白,老张就是杀害子某的凶手,那么,老张为何要残忍杀害子某呢? 被抓后的老张没有隐瞒,表示自己的妻子年轻时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女,可妻子年龄太大,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,为了延续香火,不得已才找到子某,可老张四处干活养家,子某却三年没有怀孕,于是老张就怀疑子某有了二心,在外肯定还有别的男人,可老张迟迟没能抓到子某的把柄。 只能默默地忍受,2009年的一天,晚饭饭点,回家的老张发现子某不在家,以为子某做了什么对不起自己的事情,结果子某却一脸虚弱地回来了,子某回家后,老张发现子某的裤脚上有血,当即询问原因,可子某却说自己去县里打胎了,因为子某觉得养活四个孩子就已经够吃力了, 再多一个孩子根本养不活,所以就将胎儿打掉了,子某私自银产的行为,彻底地激怒老张,老张渴望孩子的梦破灭,又怀孕子某外边有人,一气之下对子某痛下杀手。 最终酿成了悲剧,得知案件的真实动机后,警方也是唏嘘不已,怎么也没想到,老张居然会因为这么一件事,对子某痛下杀手,最终落得个锒铛入狱,余生都要在监狱中养老的结果。 这起案件的真相令人唏嘘,他揭示了人性中复杂而黑暗的一面,老张的行为,虽然源自于对延续香火的执着,但最终却以极端的暴力和犯罪告终, 他的故事,是对那些在传统观念和个人欲望驱使下走向极端的人的警示,他告诉我们,无论面对何种困境,诉诸暴力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。 老张的逃亡生涯,虽然一度让他暂时逃避了法律的制裁,但最终他仍无法逃避内心的谴责和法律的审判。 他的落网,不仅是对受害者家属的一种慰藉,也是对社会正义的一种维护,这起案件再次证明了,无论犯罪者如何狡猾,无论他们如何隐藏,最终都难逃罚网。 同时,这起案件也提醒我们,社会应当对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干预,对于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,社会应当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,防止悲剧的发生,对于犯罪行为。 我们应当保持零容忍的态度,坚决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正义,老张的故事是一个关于欲望、愤怒和救赎的故事,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如何在绝望中走向犯罪,也让我们看到了正义最终如何得以伸张,随着老张的审判,这起案件终于画上了句号,但它留给我们的思考却远未结束。 让我们以此案为件,共同努力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